饺子包好了 基本上都是媳妇包的 我这老婆 平常不险山不漏水 其实是一个做家务的好能手 是不是 什么包子饺子都会包 老公包的怎么样 哇 我这个媳妇包的可以 可以 为啥包的不赖不赖的 哎呀 说来说去 饺子还是我们家最喜欢吃的东西 哈喽 大家好 上次牙疼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然后我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消炎药了 吃到四天到五天的时候牙都不疼了 今天是我复查的时间 检查一下 过去的这一个星期 我整整瘦了五磅 因为前几天根本就没办法吃硬的东西 都是吃了一些smoothie 嗯 现在牙齿暂时好了一些 今天晚上想做点好吃的 然后补一补 其实在我牙疼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吃香菜馅的饺子 而且我特别的crabbing rebeca做的这个鸡汤 非常好吃 然后rebeca等一下要待会给我做鸡汤 然后我去去看医生 然后回来以后我可以包点香菜的饺子 给老婆孩子们吃 最主要的还是我很想吃 好了我现在出发了 现在我开始做鸡汤了 我已经蹲上这一只鸡 我把一只鸡沟到水里面 开始做一个鸡汤 然后等一下在这个锅 我要切一点菜 切一些 给你看一下 切一些洋葱 红萝卜和青菜 然后把这些菜切一些放里面 然后这个鸡汤应该就非常的好吃 好我现在要开始做了 接下来我的菜都切好了 然后准备要炒一下 炒一下这些菜 等一下把它和那个鸡汤加到一起 很好吃 现在已经把菜加到里面了 开始炒了 非常漂亮 又闻起来越很香 等一下 捡一点 都加到锅里面了 好了 刚复材牙齿出来了 医生说现在还稍微有些肿 但是他不建议给我更多的消炎药 因为消炎药吃多了 也会撒死好的细胞 所以他建议我等 然后等完全消肿以后 再做进一步的治疗 我这个药今天都吃完了 希望吃完以后 在等待的期间 它不会再发炎再肿了 因为这种疼痛 一次我马上都快受不了了 我准备这会去沃尔玛一趟 买点肉买点香菜 回家包饺子吃 正好这附近有一个沃尔玛 买不到什么东西 买点猪肉买点香菜就可以了 这个沃尔玛非常的小 买两把香菜 买一把葱吧 这个草市人不是太多 好像是第一次来这个草市 他们这边卖的羊排不贵 三块九毛四一磅 但是这羊排太肥了 没法吃 烤着还差不多 好了买好了 老公你回来了 回来了 好香啊 做得非常好 Oh my goodness 太香了 好吃 Jason 抱歉 Rebecca要带我们的亚恩 去看一下医生 她最近有些咳嗽 一直没有好透 所以我们准备看看医生什么情况 我这会儿开始忙活起来了 等他们回来 估计就可以开始包了 可以吃了 四勺面 两勺水 大约加一克盐 我不知道加盐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看别人分享的是需要加一颗盐 好了 开始 小晨晨醒了 然后闹着要喝牛奶 晨晨昨天理发了 不怕剪得挺好的这一次 慢点喝宝贝 小晨晨一杯牛奶不够喝 想喝第二杯 再稍稍稍稍倒一点 因为倒多的话晚饭她都不吃了 亲得很 见牛奶 不要撒了 你们待会儿看我电视 爸爸给你们包饺子 本来我也考虑买一个绞线机 但是我听说好像是绞线子 绞的肉没剁的好吃 还是手工剁 馅儿剁好了 今天馅儿剁的比较快 切小一点 我还以为给它混到这个肉里边一起剁 结果很多网友说分开 分开切或分开剁 然后再一起搅拌 这样不容易出水 加盐 多放点盐 香油 13香少不了 小时候吃饺子就是13香的味道 所以加点蚝油提鲜 搅拌一下 小馅子好了 看孩子们这会儿在院里干什么 好 好 我视频了 小馅媛让我视频了 小馅媛最近喜欢让妈妈给她扎中国的小小女孩的辫子 她今天特意说她想像一个中国动画片里边小女孩的发型一样 妈妈就给她扎了这个小发型 玩了一天了有点乱 玩了一天了有点乱 我看她扎 最喜欢看到的姐姐疯狂了 姐姐疯狂比她自己还好玩 有一个年龄相差两岁的孩子真的是非常好的 这个喜欢笑的姐姐 这个喜欢疯狂 故意疯狂 然后逗弟弟笑 没有什么比看着自己的孩子之间关系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之间可以逗彼此开心 没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情 小橙橙最近非常喜欢唱歌 然后妈妈说她唱歌唱得很准 而且自己会编歌 小橙橙非常有唱歌的天赋 嘿老婆 女儿怎么样 还好 就和我一样 前几个月我不是咳嗽厉害吗 停不下来想吐了那种 然后夜里特别难受 然后医生当时也说我就是过敏性的那种 过敏引起我那个Bronchitis 颜症在嗓子 这样和你一样 对 不是病毒 也不是感染 没有生病 就是过敏 过敏会烦躁 那个地方会红 会痒 会发炎 Rebecca带着杨安看病回来了 一会儿不见 你看 我们的小VV非常会玩 对 让妈妈陪你们玩一会儿 爸爸开始擀皮了 今天这个面活的有点硬 上次有点软 但是这个硬的皮应该吃的好吃一点 擀皮的速度比较慢 我记得我妈妈擀皮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 天都快黑了 天空非常的漂亮 然后现在我老公擀皮擀得差不多了 我准备帮她包一下饺子 老公怎么样了 还剩这几个 马上就赶好了 好的 赶好了 你过来帮我包吧 好 最后一道工序包饺子 老大老二都过来了 这样就比较快了 人多力量大 冬天了 我想要顺利的包子 不要包包子了 包饺子了 包饺子了 好 可以 本来我说趁着孩子们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和Rebecca一起 我们俩赶快给她包包 安静的包包 结果这个事情 没有这回事 结果没有这回事 孩子们听着包饺子一拥而上 都来了 好吧 妈妈们参与进来 吃饭吃的香一点 她自己包的饺子吃的也香一点 你看看 包的这一排包的挺好的 非常好看 张亚恩包了一个包子 上次吃包子吃上瘾了 这个包子包的也好 我看张亚恩包的 那张亚恩将来肯定是 做饭小能手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包饺子的手艺不能丢 阿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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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程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但是 只要她参与进来她就开心 对 什么 她想做包子 做的可以啊 almost 做的太多幸福 太多幸福 你忘了怎么做饺子 我只是做饺子 小微微 这个包子包的可以啊 小微微 哈哈 我做了鸡肉 我看到了 小微微这个包子包的可以 有点像馄饨的感觉 我做了鸡肉 我做了鸡肉 哦 你做了鸡肉 我做了鸡肉 你们俩在竞争吗 你们俩 没有人吃鸡肉 OK 你可以吃可以吗 我要吃我的鸡肉 正好 我们也都想要你自己吃 小皮成 赶快包 等不及了 想这一口 想好几天了 牙疼的时候 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一直在想这个香菜馅的饺子 冬天了 我们经常抱着饺子吃 因为小时候在老家 也是经常是冬天抱饺子 爸爸,我们能吃到一个50块钱 然后放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喜欢50块钱 你们要吃到的话 一个人5块钱 不能50块钱 可以吗 当然 如果你妈妈吃到会有50块钱 可以吗 可以 我可以 5块钱 5块钱是更多 妈妈会给我 如果我失去 我放三个花生 可以吗 三个 放两 可以吗 放两机会大一点 这两个小臭之年 在国内知道 我们包饺子的时候 过年放里边花生 可以得到一个奖励 也想起来这个事情了 说能不能放一个花生进去 吃到了有奖励 OK 这两个花生放这了 随时的花生有奖励 这两个孩子一直在猜 妈妈包的两个花生 哪个是 都想拿到这个奖励 饺子 饺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在一起做的活动 是吧 对 这也相当于一个手工吧 是吧 对 Rubeca包的真的很不错 有模有样的 这是我包的 饺子包好了 基本上都是媳妇包的 我这老婆平常不险山不漏水 其实是一个做家务的好能手 是不是 什么包子饺子都会包 就差会做馒头了 不会做馒头 老公包的怎么样 哇 我这个媳妇包的可以可以可以 Rubeca包的不赖不赖的 水滚了 现在下饺子了 我都忘了是水滚了才下饺子 还是水不滚就下 看来 应该没什么区别 饺子好了 不错 I really like spicy sauce Please give me a fork OK 馨缘等不及了 小心 别烫着嘴了啊宝贝 It's yummy, sorry 都不想说话了 是的 吹一口 吹一下 Chew it 对 好吃吗 小城城吃饺子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不喜欢吃皮 光吃里边的馅 他一次可以吃好几个大饺子 小城城 好吃吧 哎呀 说来说去 饺子还是我们家最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全家一下午的辛苦没有白费吧 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就喜欢先看看我们我的几个孩子吃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姥姥姥爷给我做好吃的时候 他看着我们吃他们都是在旁边在笑很开心的在笑我都不理解 我说你们大人怎么不吃饭啊 老看着我们小孩吃饭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 因为我看着你们吃饭 我就很幸福 知道吗 想了好多天的这个鸡菜饺 香菜饺子 终于吃到嘴里了 和中国的时候在妈妈包子饺子一模一样 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吃到吧 这个鸡菜饺子 我们永远都会吃饭 真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 你说我总会可以吃到花生吗 没有 我没记得我吃饭 尝尝老婆做的这个鸡汤 我很期待今天她下午忙了一下午 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鸡汤 鸡丝纯鸡汤还有红萝卜和芹菜 洋葱非常好吃 你吃几个了 这两个 这两个是最四个 鸡汤刚才有点凉了 因为她做的时间比较久了 所以打热一点 那城吃完饺子又开始喝鸡汤了 昨天我给我和城城剪的头可以吧 这一次 对呀 这一次我剪得非常难 还剪会知道 剪得好看 非常会剪 而且还不贵 挺好的 我吃点汤 没想到呀 张亚恩第一个先吃到花生了是不是 2次的肉 我赢了 2次赢了 对 3次 一次在中国 张亚恩总是每次吃饺子 总是那么幸运 辛远羡慕姐姐的样子 没有吃到 没关系小辛远 他不喜欢吃 那是 the problem is she doesn't like it so she doesn't even eat it 小辛远 爸爸吃到的话 爸爸会给你可以吗 不用伤心 小城城还在吃呢 平常自己喂的宝宝 今天让妈妈帮他喂 他说 妈咪 eat my secret 小辛远 小辛远 嘻 嘻 嘻 小薇薇非常用心 我刚才让他给我拿一瓶水 然后他跑到屋里自己在瓶子上画了一颗心 我的这个小暖心的宝宝 偶尔的举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暖心 这个小辛远是嘴上平时不说什么话 因为很多的话都被姐姐抢走了 但是他心里什么都有 哎呀 这是一周以来吃的最好的 吃的最开心的一餐饭 前几天都不能吃饭 只喝点smoothie 然后rebecca也给我做了这个鸡汤 这两天终于可以吃点硬的东西了 今天的饺子和鸡汤做的都挺成功的 是吧 对 孩子们吃的也特别开心 张亚恩还得到了一个5块钱的奖励 本来今天我和rebecca说我们俩赶快包完 趁着他们安静的时候 结果他们都上来包了 结果我觉得哎呀 最享受的还是看着他们一起 我们一家人一起包饺子的这个过程 其实这是为什么过年吃饺子 饺子对每个中国人的意义所在吧 对吧 就是你在外面点的饺子 它就是一顿饭 对 你在家自己动手做 包的饺子真的是意义不一样 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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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